绿席华 Überlelci 《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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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为上都要留意的 有时未必讲 例如什么呢 他很喜欢死亡为题的事情 例如顾虑骨 好习绿口 黑色,喜歡這些,喜歡聽一些很悲傷的歌 自己寫遺囑,告訴別人,媽媽,我寫了遺囑,放在桌上 或者是過量喝酒 這個也要留意,很多人不知道這是一個跡象 就是他有些很喜歡的東西,他平時很珍惜的東西 但是他送給人,我不要了 這是一個要留意的地方,你知不知道有沒有人遇過這些? 所以要留意,最重要的是及時發現的跡象去阻止 好了,處境上的跡象是什麼呢? 亦都有一些無論好壞,在個人生活上作出重要的改變 這個是喪失,自愛,痛不欲生 特別這個是配偶過身 另外一個很危險的就是年紀大了之後配偶過身 而他又無兒無女,你明白嗎? 那很自然,剩下一個方法會想什麼? 對,想跟著他去,明白嗎? 這個是相當危險的處境 大家都要關注、關心 另外就是他不想跟別人交往了 他有慢性病了,所以剛才提到那個是獨居老人的慢性病 經濟有困難,以前經濟有困難而自殺少的 但是近年是多了 不知道是不是香港賺錢是艱難了? 試過自殺 這次李醫生沒有提及,之前我聽李醫生說過 他有提及,現在我們發現的自殺個案 那些不可以死的那些 很多人是死了的 但是不可以死的那些 或者嘗試自殺而沒有報的那些 可能是更加多的 所以不要輕看現在的自殺的數字 好了,有些環境改變 令到一個人適應不到 所以其實萬事都是有商量的 不要每次都是用自殺來處理 好,自殺的特徵 這些都是一個普遍的現象 大家也有留意到的 視自殺為解決問題的方法 其中一個選擇 他們需要以結束生命來終止所有的痛苦 很多自殺,第一是衝動 其實另一個,我想挺多的 特別是跟抑鬱症有關的 就是很辛苦 很辛苦,很累 很不開心 不想再這麼辛苦 可否停 可否不玩 可否… 可否… 即…不是這樣 即是日常中停不住 甚至有些藥,食藥也停不住 其實食藥是處理一些病理的事情 但基本上一定要配合一些思想上的改變 最重要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有上帝 待會兒回來的信仰 其實這才是一個最重要的幫助 其實是可以處理的 那些無助感、絕望感 其實都是帶來一個很主要的因素 那些矛盾 又想死 又不想 又想又不想 又想又不想 但其實是一個糾纏 其實有些最終都會不死 但也有些 都熬不住 最終都會很可惜 他最後死了 好了 類似這樣 我們再看下一張 這些危險程度 如果詳細來說 我想可能要上課 大家才會比較得到 有計劃 有些含糊 最知名的就是全盆計劃 好了 以前自殺過 自殺過 現在再做 又試過 如果未試過 又沒那麼危險 試過了 以往曾經做過致命的嘗試 但死不了 好了 那情緒 紅色是甚麼呢 極度抑鬱 控制不了自己 我想問 情緒可不可以控制 你們說呢 你家裡的水龍頭 可不可以控制 可以嗎 不是不斷噴的嗎 壞了就控制不了 我想聽這句 壞了就控制不了 我們情緒有一個按鈕 是吧 但如果我們的按鈕壞了 我們自動恢復 譬如我們偶爾也有不開心 不等於抑鬱症 我們不開心是怎樣 我們可能跌到谷底裡 不開心 但是呢 如果當我們 那個情緒自我恢復 那叫resilience resilience 就是恢復那個機能 相低做人是給我們一個機能 等於傷口 是吧 你弄傷 你不看醫生也好 沒多久結招自己會好 一個人情緒低落也是這樣 他自己會恢復 但當你長期弄壞了那個按鈕 他就不會自己反彈回頭 那又怎樣 要人來幫忙 或者偷藥物來醫 通常都是同年經歷 一些不開心的事件 什麼都加起來 又有了等等 好了 自殺的空氣 這也要看如何死 危險 最危險的是什麼呢 槍 吊頸 跳樓 因為這些即時可以死的 行不行 有些人說 我吃Panadol 我不知道 醫生覺得 吃Panadol是否可以死的 有些人說可以死的 有些人說可以死的 但一定不會快得過跳樓 或者一定不會快得過用槍 在美國很少人自殺用跳樓 因為那些樓是矮的 是嗎 你二樓跳來死不了 但香港是跳樓多的 燒炭也有 因為人們怕痛 就燒炭 但美國多數是什麼呢 用槍 那些是很危險的 就是你一下 一念之差 你就會喪命 好了 那聖經怎麼說呢 這個也很重要 回到最後 貼前的五章十四 好不好我們都一起讀一下 好嗎 我們由第十四節開始 好嗎 看不見了嗎 好 預備開始 我們又勸弟兄們 要警戒不守規矩的人 勸勉灰心的人 輔助軟弱的人 也要向眾人忍耐 你們要謹慎 無論是誰 都不可以以惡告惡 或是彼此相待 或是待眾人 常要追求良善 要常常喜樂 不住的討告 凡事謝恩 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 向你們所定的旨意 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 不要藐視先者的講論 但要凡事察驗 美善的要持守 各樣的惡事要禁戒不作 願賜平安的神 親自使你們全言成盛 入言你們的靈與魂與身子得盟保守 在我主耶穌基督降臨的時候 完全無可指責 最主要是這些位置 你明白嗎 還有這個很重要 好,大家都知道的是什麼 常常喜樂 不住討告 凡事者恩 有多少個是這樣做的 你是不是相信耶穌 有多少個這樣做 有啊,是不是 我說真的做到 常常喜樂 不是代表不會不開心 不過你常常喜樂 就不是up and down才喜樂 不住討告 凡事而已 當你不開心 就能否站到肚子 我知道更加需要 但說真的 你很不開心的時候 你能否站到肚子 那你就自多我教你兩個字 主啊 這樣行不行 你說不到話也好 說什麼 主啊 是不是 你多喊幾聲 那是不是討告 你還沒說阿門 不是 不喊也是 主啊 阿門 這樣行不行 不過你比較奇怪 那你不要說阿門 主啊 那你呼求 凡事借恩 那你不開心 怎麼借恩 很多方法 再說一會 不過 原來這個秘符來的 你知道嗎 因為後面還有一句 一起讀 因為這事 神在基督耶穌女 向你們所定的旨意 就是說 神設計人的時候 他的設計 是這樣的 那當你這樣做的時候 你就能夠有 神的平安 願慈神 平安的神 親自 全聯成聖 保守你的靈魂的身子 就是保守你的靈魂的身體 都能夠被保護 就是被保護了 你明白我說什麼嗎 行不行 你有多少人明白 很重要的一件事 是什麼 你要這樣做 為什麼 那設計是這樣的 例如 你穿鞋 是不是有左右腳的 是吧 好了 你試試左右腳的鞋 反過來穿 我反過來穿 我反過來穿 不是反過來穿 是不是走得很辛苦 然後你就埋怨那個鞋譜 然後就說 這個牌子的鞋 有沒有搞錯 是名牌的 為什麼要走得那麼辛苦 這樣 關不關鞋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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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怎樣 左右腳調轉穿 你左右腳調轉穿 是不會舒服的 因為你違反了那個 設計 原來神設計人 是要 嘟嘟嘟 這三樣東西 做齊 還要這樣做的時候 因為這個是神 藉著基督耶穌裡面 向你摸摸定的事 你是要這樣做 當你人生遇到各種波折 困難衝擊的時候 你做這三樣 然後你就被保護了 你明白嗎 行不行 這個責任不是在上帝那裡 交分在我們那裡 兄姐妹 問題是我們時不有醒覺 是嗎 同不同意 誰同意 舉舉手 表示一下 那就主 最後一張片 好了 如何 關心身邊情緒困擾的人 怎樣 為了討告 不要否定他的感受 擴大生活圈子 做一些初步的評估 好了 還有怎樣 做一些教育性的事 例如今天大家來到 是否做一些 我們叫做 心理教育 是不是 你覺得聽完之後 有沒有幫助 聽完李醫生跟我說 有沒有幫助 舉舉手 對了 你聰明就聰明了 你比外面的人聰明了很多 是嗎 所以你不是英俊了 美女了 跟隔壁的人說 你聰明了 跟隔壁的人說 你聰明了 你聰明了 你聰明了很多 你同意嗎 你認識了很多人 你外面的人 不認識的 當然電視機 旁邊的朋友 你也聰明了 Hello各位 就是這樣 好 重要一點 轉介精神科醫生 專業輔導員 是不是 或者心理學家等等 是不是 所以各位朋友 我們覺得呢 抑鬱呢 自殺防止呢 是可以處理的 同不同意 這問題是 我們有沒有去面對處理 是不是 你的靠近 不幫助想身體 你也想過 你一個人 偶像 你又負責 是 得分 來 不是 你 是 你在那裡 在那中期